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回到汉字和中文的意思不一样的单元 今天也会介绍很多很有趣的日文汉字给大家知道 那么我们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来看第一组的汉字 那这个改行呢 中文的意思来说就是变动 或者是更换自己的工作的性质跟内容嘛 比如说你在这个工作领域呢 待了好几年 觉得想要换一个新的心情 新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环境 和之前你待过的公司的这个工作内容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那一个呢,就叫做改行 从这个行业改到另外一个新的行业 叫做改行 但是呢,日文的这个 是完全和工作或者是更改 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 我们来看这个小小的视频 这个呢,是我手机上面录下来的 就是呢,和我们写作的时候 会看到这个 大家有看到吗? 手机上面的这个日文的输入法呢 大家有注意到下面很大的一个格 有写着 它就是呢,开心的一个段落 你输入了这个字 已经很满了 然后你要开心的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那一个呢,我们就需要 这个功能 写作文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是写写写 然后呢,你要开心的一个段落呢 然后呢,在写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一个就叫做 开游 开游 名词来用也OK 动词用也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ここで開業しなさい ここで開業しなさい 这个呢,就是 老师呢,可能在更改你的文件 或者是呢,上司在更改你的报告的时候呢 他就说这边呢,需要开心的一个段落 这样子呢,看起来会比较容易 比较好理解嘛 所以他就说 ここで 在这里 那这个で呢,因为它后面是动词来着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 这个地方呢 是要加一个で ここで開業しなさい ここで開業しなさい 就是,请你在这边呢 做一个新的段落 这样子 開業しなさい 这样子 那如果我们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名词来用的话 也可以这样子用 開業の位置を変えてください 開業の位置を変えてください 那这边呢,開業它就是名词 名词加名词 中间要加一个の 開業の位置 位置就是位置 就是和中文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汉字 那这个呢,它就说新的段落的位置 比如说,你写的这个报告呢 有三个段落这样子 要开心的一个段落的位置 稍微改一下 可能这样子呢 看起来会比较复杂 所以你必须要改一下 把它改到这里 这一句 这样子 那那个呢 是我们讲的新的段落的位置 需要改 所以呢 它就变成一个名词 開業の位置 開業の位置 分段的位置 を変えてください 請你换这个分段的位置 从这一句呢 换成下一句 会比较好 这样子的意思 開業の位置を変えてください 那这边呢 変える就是更换 换的意思 变换 好的 接下来的第二组汉字呢 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意思了 但是呢 很少看过它的汉字 就是这个 大家知道它的意思吧 但是这个汉字呢 有没有看过呢 或者是看过 但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呢 这个 是有时会出现 有时却没有 一般上呢 大家看到的 都是用 ひらがな 来写这个 的字 很少会用汉字 但是有时电视上的节目呢 却会用这个汉字来代替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 我们讲的 受伤 けがする 受伤 这样子的一个动词 我们来看以下的例子 足をけがしました 足をけがしました 就是呢 脚受伤了 足就是脚的意思 那足をけがしました 脚受伤了 这样子的意思 过去试了嘛 脚受伤了 或者说 跌倒 跌倒受伤了 要怎么说呢 我们用 軟ん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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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んで軟んで 直到你听到他的念法 你会说原来这个就是ケガ 但是他汉字表面上来说怪我 为什么要怪我呢 ケガしました 为什么要怪我 就很奇怪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句的汉字 キゲン キゲン 那这个呢在中文上来说 应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单词吧 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这个キゲン呢 有两种用法 第一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性情上面来说 情绪上面来说呢 就是要形容好还是不好 我们就会用这个キゲン キゲン就是代表 性情情情绪 那我们要讲 情绪好的人呢 キゲンが良い キゲンが良い 那如果性情不好的呢 就是 倒反 它的反义词 キゲンが悪い キゲンが悪い 这样子 那这个呢 就是情绪 心情上面的一个用语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讲 打招呼 挨拶する 会用的这个固定的词句 就像我们之前所学的那个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固定的词句 比如说像这一句呢 就是 它的意思呢 就是打招呼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用的一句 最基本的 就是询问对方 你还好吗 境况过得怎么样 就像英文呢 我们也是会学 How are you 这个呢 就是问对方 境况怎么样 过得还健康吗 还安全吗 这个呢 就叫说 ゴキゲンいかが desu ka ゴキゲンいかが desu ka ゴキゲンいかが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那除了这个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经常在 分开的时候 离别的时候 我们会用的 那这边的 它也是一个 安全 就希望你安全 希望你顺利 这样子的意思 比如说你搭飞机的时候 那可能呢 会有人对你说 这个 ではゴキゲンよ 就是呢 你路上小心 一路顺风 就是有一个美好的旅途 一切安全 一切顺利 这样子 那除了这种 离别单 普通的离别 也是会用 但是呢 这个呢 它很容易会用错 所以很少人呢 会用这个 ゴキゲンよ 这么正式的一个用法 那刚刚呢 讲到这个 情绪不好 心情不好呢 还有另外一个 特有名词 可以来代替 这个 キゲンが悪い 就是 不愉快的态度 不高兴的态度 讲话呢 说话呢 你可以听得出 它是一个不开心 心情不好 情绪不好的一个态度 在那边 不機嫌な态度 那你也可以用 キゲンが悪い人 它是一样的意思的 但是这个呢 キゲンが悪い人 它是形容这个人嘛 形容这个人 不機嫌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了 那 它是有名词 再加一个形容词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情绪不好的人 心情不好的人 和不愉快的态度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不機嫌 機嫌が悪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四组的汉字 那这个秀金 它有三种意思 其中两个呢 可以从这个字面上 是大概可以联想得到的 其中之一呢 就是这个 对于宗教信仰 如果有进行到 修行这个动作的 比如说像 佛教 有一些人呢 会去到寺庙上面呢 就是修身养性 然后呢 打坐啊 修行到几个星期 或者是几个月 这样子的 那一个修行的动作呢 就是 应该不常会用到啦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 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 然后努力的 那一个呢 也是叫做 那这个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 一般上的造句呢 就是对于什么 专心一致的去 集中努力的 去研究这样子的意思 那第三种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例子 上面来猜猜看 什么意思呢 什么东西呢 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在菜单上面 看到 你会觉得说 它是什么料理 是一个 可以提供能量的料理吗 还是怎样呢 所以它是一个 特有的料理的名称 它的意思就是 素食料理 这个呢 如果 有去日本旅行的朋友 需要提供 只有素食的料理的话 你可以问他 有没有素食料理呢 不能够吃肉的朋友们 可以这样子问 或者是寻找 秀金料理 这样子了 所以这个呢 日本的秀金料理 就是日本的 素食料理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那这个呢 我们用在的是 秀金生活 他是怎样的一个生活呢 所以这个 它的意思也是一样的 它说 只吃面包还有水 过着一个讲旨的生活呢 就是我们讲的 那一段时间 是不能够吃肉的 比如说 也是一样 就是有宗教信仰的 他们可能有一段时间呢 是没办法吃肉的 那必须要 我们讲 净身 嘴巴要干净 吃进来的食物要干净的 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以这个 面包啊 还有水来维持这个生活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用 盘と水だけで だけ就是只有的意思 盘と水だけで 秀金生活をする 那秀金生活就是我们讲 在界的这个生活 好的 接下来呢 是最后一组的汉字 留研 留研 旅隽 留研 它是什么呢 其实呢 这个呢 可能对于外国人来说 可能看得比较不太懂 什么是旅隽呢 其实留研 它是跟我们外国人 所知道的另外一个词句呢 熟悉的 另外一个词句呢 是一样的意思的 就是 PASSPORT PASSPORT 那这个呢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 就是护照的意思 毕竟它是英文 大家比较容易懂得 那日文的说法呢 就是这个 留研 留研 旅隽 等于 PASSPORT 就这么的简单 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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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呢 这个句子的结构 大家可以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个蛮好用的 这边呢 它主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忘了我的护照 放在哪里 这样子的意思 那我忘了我的护照 放在哪里 但是在日文的 这个句子结构上面呢 它是颠倒的 除了这个 旅行 除了这个 PASSPORT之外呢 忘了放在哪里 你有看到吗 它是完全是颠倒的 它是从后面 忘了放在哪里 所以它这边呢 因为呢 是问在哪里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疑问句 然后呢 加一个 在哪里 这边呢 有两个动词 在连接一起的 就是 然后呢 后面你要表达说 忘了 放哪里 还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忘记了 一个是放哪里 所以这边呢 你要把它连接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 用 那这一个呢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呢 此一节 我会再做另外一个影片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除了忘记了 还有其他动词 也是会有这样子的 常见的 这样子的 惯联的用法 一个就是忘记了 应该是 大家比较常会用 如果我忘记做了什么 比如说 我忘记买了 我忘记买了 我忘记买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忘记吃了 这样子 所以 就是忘记放 所以这个句子结构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一下 蛮好用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有有趣的汉字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出去给你所有的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TAMA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可以第一个时间 收到TAMA最新动态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お疲れ様でした よい しゅうまつを バイバイ 它的翻译是火的车这样子的意思哦 那它是火车吗 是我们经常搭的那种 用蒸汽的火车吗 其实不是哦 日文呢 对于火车呢 有自己的意思 我会跟你说 我会做的事 那我会做的事 那我会做的事 我会做的事 是什么